第七课 快乐的小动物 瞧 多快乐的小动物啊 说说看 谁在上 谁在下 谁在左呀 谁在右 谁在前 谁在后 哦 小松鼠在树上面 小白兔在树下面 熊猫在左边 猴子在右边 公鸡在前边 狐狸在后边 小朋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方位词 上 下 前 后 左右 听我说了一遍 现在小朋友能说出这些动物的正确方位吗 小松鼠在树上面 小白兔在树下面 熊猫在左边 猴子在右边 公鸡在前边 狐狸在后边 下面 我再考考小朋友们 那些动物在干什么呢 小白兔用白布蒙上了眼睛 哦 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吧 多快活的小动物啊 第八课 绕口令 柳子和妞子 春东有个孩子叫柳子 春夕有个孩子叫妞子 柳子在春夕割草丢了小兔子 妞子 妞子在村东玩水丢了花裤子 柳子捡到了花裤子 妞子捡到了小兔子 柳子把裤子还给了妞子 妞子把兔子还给了柳子 第九课 故事 定不住的树影 汪汪家门前有一棵参天大树 夏天 浓密的树叶遮住了太阳光 投下一个大大的树影 汪汪非常喜欢这树影 常常和兔子在这里玩耍 一天 汪汪和兔子在树影下玩累玩热了 他俩便在树影下呼呼睡着了 这一睡呀 睡了好长时间 待兔子醒来 太阳依旧暖暖地照在身上 树影却跑一边去了 咦 树影哪儿去了 刚刚还在呢 嗯 肯定是我们没看好 他偷偷溜了 兔子 兔子叫醒汪汪 告诉他 树影跑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留住他 于是 兔子和汪汪一起想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 汪汪从家里拿来了锤子和钉子 他俩一起动手 把树影子四周用钉子订牢 这下 树影儿你不会跑了吧 兔子自言自语地说 忙了一个上午 终于定好了 兔子和汪汪又累又乏 他俩背靠着背 又在树影下睡着了 不一会儿 兔子和汪汪觉得身上热热的 太阳公公